好,來啦! 喂,今晚我們坐了很久的冷板 不是啊,我都出了一節的 我都出了一節 那我們今天要衝上雲燒 好,沒錯,今天我們特地拿了一個 是跟身分有關係的 拍攝一下機的型號 波音 哇,737 剛剛昨天的總裁才上去這個 在各國會上說抱歉 I am deeply really sorry 因為其實就停飛了,我們就講這一隻 那我不要說這麼多新聞了,只是帶一帶 一點點,不要說這麼多 好啦,其實是Coby來的 不過這一隻剛剛有些新聞性 就特地拿上來,大家介紹一下 有話題性,沒錯 那就跟張一隻一樣,叫737 Max8 沒錯,Max8,是Max9 當然有多少型號 本身它是後續737 其實737其實飛了50年 就是我們長大過我們的年紀 但是這個Max8 本來寄望很高 因為它2016年才正式叫做首行 訂單,Max8 原來是差不多5000隻 其實很多,以一個中型的行機來說 是很多的 因為它那個續行能力 還有那個坐客的能力 都是比以前的進步了很多 對,其實簡單一點就省錢 沒錯,因為差不多可以 因為它不需要轉機 就是一個中型的客機 可以飛到 可能A地點飛到整個西半球 沒錯 其實很少以前要轉機 所以就很適合現在 航運業的發展 就是巨型航機 反而少 要開始淘汰 對,始終的耗油量 沒錯 床不滿 好像A380都停產了 對,沒錯 所以本來寄望很厚 結果就 不要說這些了 好,本身這個盒 很簡單 那麼 我平時會介紹一下 Number 226175 Kobe 這個你組還是你組 這個我忘記了了 大人、小狼組成的 挺開心的 大人組成不會說得百次 大概是320塊 對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過這個 可以很快說完 這些盒子 就不可以伸 因為本身 沒得收的 因為本身的機器比較小 嗯 就是它也是跟回 因為之前我看了777 大價很多 那些盒子就有了收起來的地方 這一隻就沒得收起來 沒有那個起落架 對 但是就可以感動 就是小朋友玩很開心 可以真的飛 就是這樣 很實正 對 實正的 實正的 經常都不可以跟大陸那些 某些職務牌子比擬 因為它們很實正 因為大陸好像很鬆 會脫件 你看 那雙翼也會脫的 很實的 你看 那雙翼也會脫的 經過大衛的測試 跌下來呢 跌下來呢 跌下來會怎樣 經過一些氣流 就是會這樣搓一下搓一下 對 那這架機就 對 很快就拆完而已 適合大小朋友玩 還有那些膠軸是推得很順 對 沒有什麼說 那銀行裡面有幾隻 其他機本 有777 有787 他有沒有那些廣告 這裏呢 有一架 777 其實有幾架 鐵達利 說明書 有什麼時候拿鐵達利上來 會啊 會啊 因為它有兩個版本 現在呢 有沒有一個是沉了那個版本 沒有的沒有 這個就有飛機 這個版本是小朋友版本來的 咦 都這麼大個 等一下 這個像不像 不是啊 這個肩大 不肯定 因為呢 因為來近日 一隻是差不多 三千幾塊 很大隻 差不多一米長的 鐵達利版本 那一隻就很漂亮 那有機會 那我就會介紹 因為值得介紹一下 但如果呢 我想說這架飛機呢 如果那些窗口呢 可以製造成一個 一個 套件 就真實感到 很多成年的收藏家 即職務那些 他們都很注意 就是根據連貼紙 還是做移印的 是啊 那其實Kobe這間廠 它的特點就是 它會盡量做到 都做移印的 但是這個因為機倉的位置 就是橫框很多塊件 那它就沒有印 那就要自己連貼紙 所以這裡就 一來手工連的 可能不是很準 另外就是 玩膠很多 是啊 所以如果要玩這個玩具 那些呢 這些貼紙真的要很小心去貼 是啊 那用一些工具 用膠的間鎖 擺坑位置 對 沒錯 好 就這樣 好 下一個有精彩的東西 好 做什麼 是 變身 又是金的 又是金 又是金 很金啊 是 這字頭的朋友 很開心 謝謝 很開心 Yo 這三位 甚麼人 人們認不認得 這個算不算 我認得 好,我解釋一下 那個 我超過的 不是現在那個嗎? 現在冷和 冷和就不是這樣